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杨子拍摄广告花絮传出,失去精修美颜后,这原脸我没看错吧? 今年的杨子可以说是大忙人了,接心细接到手软,他的带播电视剧高达了三部 有在里面客串童年的亲爱的,挚爱的,和主演的古装剧青三行 还有马上就要播出的与肖战主演的电视机余生,请多指教 杨子的演技实力一直都可圈可点的,也是很期待明年的杨子能开启刷屏模式啦 杨子出席红毯生图经验 近期的杨子在忙完新剧的拍摄之后,终于可以闲下来一阵了 接近年末要不少颁奖典礼要举办了,在前一段时间出席了金鸡百花奖的杨子造型很华丽 一身黄色低胸的长裙,显得整个人贵气十足 从粉丝们发出来的杨子的视频截图,其实也不难看出 出席颁奖典礼的杨子状态还是十分不错的,起码脸不肿了,上镜效果非常的好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去参加广告拍摄的杨子脸却肿得有点让人认不出了 广告拍摄时的杨子脸型和精修区别很大 有一段关于杨子拍摄广告的花絮视频流出了 看到视频中杨子的模样小编也是被吓到了 这确定是在前不久出席百花奖,令人惊艳的杨子吗? 失去美颜和精修后的颜值未免也太真实了吧 特别是杨子的圆脸型 这肉嘟嘟的样子让小编一下子就回到了他早期拍摄《家有儿女》的样子 这婴儿肥的圆脸但是认真的吗? 一开始还以为是小编看错了 要不是小编自己截的视频画面还真有点不太敢相信 对着镜头笑盈盈的杨子看起来确确实实有点肿 不过小编猜测为什么这个杨子会和此前的生图差距这么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杨子刚睡醒马上进入拍摄状态脸上还没消肿吧? 而且黑眼圈也挺明显的 看来近期的杨子确实有点疲惫 从这一段拍摄广告的视频也可以看出 杨子的这一身造型还是很帅气的 黑色的皮衣里面搭着一件绿色的紧身内衬 干练的马尾和珍珠耳定给人一种非常狂野的感觉 其次就是在路透视频中样子的颜值是不是有点太不稳定了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瓜子脸杨子吗? 在视频的后半段还有杨子和工作人员合照的画面 其实从杨子的侧脸看他的肩下巴还是有的 甚至高挺的鼻梁也让人很是羡慕 就是在拍摄正脸画面的时候脸明显肿的比以前要大一点 其实杨子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异胖体质的女明星 再加上上竟会胖十斤的道理 所以样子看起来会比其他女明星看起来要肿一点 小编也是完全可以离婚的 毕竟明星也是人 不可能什么时候都能保持着完美的形象 所以大家也对明星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啦 近期机场图杨子小细腿瞩目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杨子要是胖的话基本上都是胖脸 他的身材完全不受影响 来看看参加完颁奖典礼后来到一机场赶飞机杨子的生徒 这次的杨子把口罩和鸭蛇帽都戴上了 穿着的衣服也是很低调 在黑色紧身裤下达样子的小细腿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另外这一张杨子的小细腿就更加的直观了 所以杨子的身材还是很OK的 就是脸上会经常发胖有点苦恼 特别是对于女演员来说 大早上的就要化妆去片长脸上会肿得更厉害 不过总得来说杨子图崩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 能看到这次广告路透中的杨子种种的圆脸也是很难得 失去了精修后期后 没想到杨子的脸型状态这么的真实 看来女明星胖哪里都不能胖脸啊 对此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吧